丧尸病毒来临了一个月后 失朝不可抗 这是人类学到的第一个教训 丧尸病毒已比流感更快的速度席卷全球 而被寄予厚望的人类军队 两周后便开始溃败瓦解 转眼间 地球上便已不胜多少幸存者 丧尸的鼻子比狗都灵 这是我学到的第一件事 原本在小区里瞎晃悠的丧尸 像是闻到肉香的猎狗 全部向我聚拢而来 对不起了小软 继续死守在家死路一条 你留在门外吸引他们 我家还等着我虚香火呢 房子里的林朝生喊道 世界都快毁灭了你虚香火有个屁用 我大声骂道 感染病毒后的丧尸血是绿色的 动作迟缓的绿血丧尸 一旦接触到正常人的血液 就会变得异常狂暴 一些丧尸目光呆滞 缓缓涌上楼梯 未见红血的丧尸速度虽慢 但抓住困在门外的 我也只是时间问题 望着步步紧逼的丧尸 我淡定的转身打开房门 看到阳台上背着救生包 凑着脑袋往下眺望的林朝生 你怎么进来的 林朝生瞪大双眼惊恐地说道 好像我才是要人命的丧尸 男人不可靠 而男人中 要属林朝生同志的脑子 尤其不好使 这是我学到的第二件事 门上安的是电子指纹锁 你指望锁住谁 可恶 挂上安全锁就好了 他低声碎碎念 想用我吸引丧尸 顺便拿我身体当锚点跳下楼逃生 我笑嘻嘻地走向林朝生 一把将他从阳台上拉了下来 这里是五楼 你的绳子够长吗 我恶狠狠地说道 别打脸 林朝生冲我说道 好说 我活动筋骨 还记我学过巴西柔术吧 最好哪都别打 林朝生闭上眼睛挥舞双手 我看着他的摔样 不禁叹了口气 一月里我已经见了太多这样的事情 男人女人为了自己活命 将另一半静止推向袭来的失潮 以拖延时间 这样的情景 就在小区楼下一次又一次地重演着 只有父母才会抱着小孩无助地一起等死 末日里谈人性道德是没有意义的 实际上不止林朝生 我的精神也已经在崩溃边缘 我和他在这件事上区别仅仅在于 我没做而他先做了 仅此而已 我顿时没了力气 也懒得和他计较 一个人沉默着回到卧室 自来水已经被污染了 东西虽然囤了很多 但吃完了也是死 回过神来的林朝生 靠在门框上露出半张脸 一个人死 总好过两个人一起死吧 那为啥不是你死呢 滚 我冲他骂道 林朝生委屈巴巴地回到客厅 那就一起等死吧 他自暴自弃地说道 还委屈你了是吗 我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冲出房门 客厅里 林朝生把救生包里的东西 一件件地掏出来扔在地上 不活了 他说老林家算是绝后了 可能瞎了眼吧 否则我真解释不了 为啥跟了这个男人四年半 见我没回话 林朝生捡起地上 刚才用来绑住我俩的登山绳 一点点地卷起来 还想把我绑着送到外面是吧 我嘲讽道 我用来上吊行吗 他反击到 把绳子塞到包里 我没再说话 两人相顾无言 小软 我也是一时糊涂 林朝生叹了口气 您可是生化博士 脑子还能糊涂 我冷笑道 我知道现在说什么 你都不会原谅我了 但是从前天开始 我的脑子真的一片混乱 林朝生罕见的没有反驳我 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声音 喊我跑出去 快跑出去 你也听到了 我惊讶道 难道你也是 林朝生表情从沮丧转到诧异 我点点头 从三天前开始 我的脑子里就一直有一个声音 喊我快跑 我看着林朝生 他的表情不像是在说谎 你说 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吗 还是说我们已经中了病毒了 林朝生猜测道 我摇头表示不知道 其实说来也奇怪 那些人为什么要跑 林朝生似乎想到了什么 家里比外面安全多了 而且就算是饿死 也比被丧尸咬死强吧 除非他们 都被脑子里的声音蛊惑了 我说出了我的猜测 林朝生点点头 又一脸讨好的凑过来 所以不怪我 都是那声音的错 原谅我吧小软 滚 我也听到那声音了 怎么没想着卖你 我一把推开他 因为我想着你被咬了也没事啊 他直指我的左侧三角肌 我三角肌处有一处咬痕 是三周前被丧尸咬的 当时林朝生就在这间房子里 在阳台上拼死 把我从丧尸手里抢了回来 连忌妒不敢杀的男人那天亲 丧尸病毒的潜伏时间 只有72小时 我抱着必死的心态 将自己锁在房子里 叮嘱门外的林朝生 如果丧尸化就杀了我 但是没想到几天过去 身体竟然一点事都没有 还记得那天我打开门 客厅里是手握尖刀 背靠墙壁瑟瑟发抖的林朝生 他先是正正地盯着我 见我没事 立刻丢掉刀 冲上前紧紧地抱着我 太好了 你没事 没事就好 林朝生痛哭道 他流着眼泪和鼻涕 因为过于激动 哆嗦着说不完一句完整的话 当时我感动得不要不要的 还以为自己跟对了人 没想到狗男人这么快就被判革命了 我可能是对丧尸病毒免疫 我靠近林朝生 后者一脸惊喜 还以为我原谅他了 但不代表老娘 我不会被丧尸活活咬死 我一巴掌拍在他的后脑勺上 痛死了 你有病啊 林朝生捂着脑袋 冲我吼道 嗯 确实痛 林朝生眼泪都掉下来了 这次就算了 我就当你一时失了痣 再有下次 我把手放在脖子上 做了一个杀头的动作 明白了吗 我问林朝生 但是林朝生却没有反应 低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不会是打傻了吧 我有些发虚 心想这下要给他打傻了 不等于我一个人还要照顾白痴 那我还不如直接死了得了 正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 林朝生突然食指放在唇边 对我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先别说话 你听外面什么声音 他直指门外 三 他这么一说我才注意到 原本门外丧尸 犹如爆丧一般低吼声 渐渐被一阵阵沉闷的 咚咚咚的声音取代 那声音越来越近 也越来越响 终于到了我们门口 才戛然而止 就在我和林朝生 恋恋相去的时候 门外突然传来 砰砰砰的敲门声 里面还有人吗 门外的男人说道 他的声音低沉雄厚 应该是个大块头 我犹豫要不要回复 对面楼发生的抢劫杀人 我们也不是没看见过 是团伙作案 那个大胡子凶手 在杀完人后 还冲阳台上 我和林朝生挥了挥手 而当时的 我正在被丧尸围攻 林朝生下跪 求他们过来救我 但他们明明看到了 却只是放声大笑 从那天起我就知道 在末日里 人类有时候比丧尸更危险 有的 是救援队吗 正当我犹豫的时候 林朝生抢先高声回应道 我一瞬间 突然有些后悔 刚才没有把他一巴掌拍死 太好了 终于又活人了 门外的男人长出一口气 我是来救你们的 一起走吧 我们这里很安全 我拦住准备 起身开门的林朝生 门外的声音停顿了一下 你们脑子里 有出现奇怪的声音吗 我和林朝生 互相看了一眼 没有说话 看来是了 门外的声音 见我们沉默 又轻叹了一口气 先开门让我进去吧 我眼神示意林朝生 他很有默契地点点头 从厨房拿起一把刀 然后贴着门边 透过猫眼看向外面 别看了 快开门吧 一会丧尸又围上来了 男人催促道 我点点头 林朝生打开门 一个高大身材的男人走了进来 男人三十岁左右的模样 身高大概有一米九 浑身健子肉 手上拎着一把 还在滴着绿血的砍刀 四对林朝生和我估计都不够他大的 林朝生的脑袋探出门外 又紧张地冲我招手让我过去 我跑过去 门外一地的丧尸 他们趴在地上 脚上的跟剑都被人割断了 我和林朝生还在惊讶 一只大手从背后将我俩拎了回去 只要不狂话 他们其实很好对付 男人关上门对我俩说道 又把刀靠在墙上伸出手 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我叫和浩 是来救你们的 日 软井 我冲和浩点点头 林朝生迫不及待 上前一把钻住和浩的手 我叫林朝生 英雄 你可来了 林朝生亲切地说道 活灵活现了 属于是 刚看到小区的僵尸 在朝这边聚拢 我就猜 还有人活着 和浩笑道 你们运气真好 附近已经没有活人了 我们哪都不去 我挡在二人中间 对和浩说道 我知道你们的物资很充足 和浩没有回我 环视一圈说道 但现在的情况下 仅仅有储备是不够的 你们一定也听到 脑子里的声音 对吧 见我没有说话 和浩接着说道 我点点头 真的要有很大的毅力 才能摆脱那声音的控制 和浩笑道 一脸阳光 我看了一眼林朝生 后者羞愧地低下头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问和浩 那我就长话短说了 和浩看着我 我们脑中的声音 来自丧尸母体 看着我和林朝生 一脸懵的样子 和浩满意地 坐在沙发上开始讲述 原本丧尸刚爆发的时候 官方对这种病毒的态度 是极为轻蔑的 因为对于拥有 现代重火力科技的军队来说 丧尸根本算不得什么威胁 何况还是这种速度 慢吞吞 堪比拄着拐杖的老古董丧尸 军队对其的攻势 完全是碾压的 而随后 在已发现的小部分 天生对丧尸病毒 拥有抗体的人身上 提取的血清 也击破了被视作 重要传染手段的病毒链 一切都是那么顺利 似乎幸存的人类 只要清除掉已经变异的丧尸 就可以赢下这波 生化危机的胜利 但就在高层一片欢呼的时候 意外出现了 在丧尸病毒爆发的一周后 突然有一部分人 打电话报警 声称自己和家人脑中 出现了神秘的女人声音 人们将声音的主人代称为X X的出现毫无规律 但始终目的性明确地召唤着 抛弃身边的人 跑吧 跑向 失潮 声音昼夜不停 随时随地地催眠着大众 起初这些报警 被视作大灾变时期的一场集体幻听 而并未引起重视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人听到了X的呼唤 终于 第一个抛弃家人 主动拥抱失潮的人出现了 所以这才是人类军队溃败的真正原因 林朝生喃喃自语道 不是失潮吞噬人类 而是人类在脑内声音的催眠下拥抱死亡 和号点点头 智囊团们相信 X就是丧尸的母体 X就是这场生化危机的源头 使它散播了病毒 并用未知手段催眠了全人类 和号解释道 由于人类对催眠的抗性有高的人 便可以多活几日 和号接着说道 但只要脑中的声音一天不消散 我们的意志力被击溃 就是迟早的事 林朝生看着和号 没错 找到母体X并杀了他 和号点头道 找得到吗 林朝生紧张地问道 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我打断了和号 没好气地看向林朝生 证据呢 我看向和号 从血清到丧失母体 你进来噼里啪啦空口白牙 说了一大堆 有什么证据吗 刚才忘了介绍了 和号也不生气 从口袋中拿出证件递给我 原西方雇佣兵和号 现在作为临时特工人员 执行母体X的搜索计划 你觉得我们能辨别这证件的真假吗 我将证件还给和号 林朝生还想拿去看 被我制止住了 而且既然你在执行任务 为什么还要来救我们 我反问道 我们的命跟这种拯救全人类的任务相比 应该一文不值吧 你误会了 任务已经结束了 我现在是返程阶段 所以多久一个是一个和号耸奸道 任务结束 你们已经找到X了 林朝生惊喜地说道 那我们更不需要跟你走了 我说道 既然母体已经被消灭 那我和林朝生在家里等军队来 更稳妥一点 恰恰相反 任务失败了 和号摇头 事实上搜索任务至今已经有两个多月了 根本毫无进展 那接下来怎么办 我问道 这也是你们必须离开家的原因 往东200公里 有一处地下掩体 和号说道 我看着他的脸 内心渐渐生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和号的脸色复杂 接着说道 五个小时后 核弹会轰炸这里 是啊 我怎么没有想到 既然地毯式的搜索丧尸母体的位置 如同大海捞针 那就地毯式轰炸好了 最多还有一个多小时 到时他们会用全频段广播 对城市中的幸存者发送逃离指示 和号说道 我把避难所的位置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不相信我 那就等听到广播再走 不过那时候时间一定会很紧 和号补充道 林朝生看看我又看看和号 就差脱口出你不走我走了 我瞪了一眼林朝生 他咬咬牙对和号说道 他不走我也不走 我差点被他的样子逗笑 但认真想想和号没有必要骗我们 以他的战斗力杀死我俩 简直一如反掌 根本没必要绕这么大一圈子 我去收拾东西 看到我点头 林朝生兴奋地说道 说完跑到一边 把刚才自己丢在地上的物资 一点点地收回包里 男朋友 和号看着林朝生小声问我 未婚夫 我没好气地说道 不是很 稳重了 和号笑着说道 露出八颗大白牙 我白了他一眼 走过去帮林朝生收拾东西 林朝生恨不得把背包 当哆啦哀梦的四次元口袋用 我不得不拿出一些东西 一旁的林朝生 看得痛心疾首 谁可是生命之源 林朝生捡起我丢在地上的可乐 又塞回包里 第一 那是可乐 第二 不至于塞二十瓶进去吧 我说道 这么重你背得动吗 就一百公里 开车两个小时就到了 我冲他喊道 我来吧 避难所的东西太难吃了 到时候分我两瓶可乐 和号倒是 不介意的样子 一边打圆场 一边提起鼓鼓囊囊的背包 我和林朝生看得目瞪口呆 天知道他的臂力怎么那么大 走吧 车就在楼下 和号又拎起靠在墙上的刀说道 两个小时后我们就安全了 林朝生走在前面 刚想打开门 被身后的和号一把拽了回来 和号指指门 示意我们离远一点 稀稀苏苏的声音从门外透进来 差点把他们忘了 和号扭头冲我俩笑道 我站在和号身后 他的后背像做大衫似的 挡在门口 再离远点 和号对我和林朝生说道 林朝生不知什么时候拿了两把踢鼓刀 他递给我一把 然后挡在我和和号中间 这时候想起来保护我了 我心中仍有不满 都说了是母体让人思维混乱 林朝生一边一脸无奈地说道 一边用手揉着脑袋 不确定他是不是为了博取我的同情 但林朝生从大前天开始有脑袋的次数 明显多了起来 又头疼 我还没说完 和号便打开了门 闪开 和号猝不及防地大喊道 他一把推开身后的林朝生 我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林朝生带着向后跌倒 紧接着就看到一只高度腐烂到 只剩半截的手臂 搭在了和号的肩膀上 除了被咬那次 这是我第二次近距离看到丧尸 浓烈刺鼻的腥臭味 弥散在空气中 一只高度腐烂到 只剩半个脑袋的男性丧尸 冲着近在咫尺的和号张大嘴巴撕咬而来 和号躲闪不及 直接将左臂塞进了丧尸嘴里 接着他一个弯腰 一刀正砍向丧尸的脚踝处 丧尸失去平衡 瞬间倒地 滤血喷溅开来 但他身后的其他丧尸随即补了上来 你的手 我尖叫道 倒下的丧尸咬着和号的手臂 拽着他的身体随之往下一顿 林朝生反应很快 他冲上前学着和号的样子 一脚劈开了扑来的丧尸 林朝生的动作为和号争取到了时间 他站起身 砍倒了门口的其余丧尸 一时间地上只剩下张牙舞爪的腐蚀 我们的动作要加快了 不然很快会被赶来的丧尸围住 和号深呼吸道 你的手臂没事吧 我问和号 和号得意地冲我举起手臂 破碎的衣服下 是厚厚的绷带护臂 出来前都做好防护了 和号说道 你怎么不问我 林朝生扶着腰坐在地上 估计是刚才用力过门闪到了 和号身头看了一眼门外 又看向林朝生 楼道的丧尸过来了 林朝生瞬间一个弹跳起身 我白了他一眼 对和号说道 我们快走吧 林朝生凑到门口 看了一眼马上关上门 还是别走了 丧尸已经在楼道口了 和号无奈地怂怂间 我一把拉开林朝生 说走的是你 说不走的也是你 说完和号打开门 林朝生又快步闪我身后 那你走中间 我垫后 安全通道离我家有五米的距离 原本已经四散开的丧尸 因为刚才的打斗 又重新聚拢起来 有三四个正朝着我们的位置 缓缓移动 和号回头看到我脸色不对 笑着说道 没事 这点数量小意思 说完便拎着刀从容地走了过去 还边走边说 丧尸只对活人的鲜血敏感 只要我们不见血 他们就是活靶子 说着一刀削向迎面丧尸的脚踝 对方立刻倒地 和号还贴心地用刀背 砸烂了丧尸的嘴巴 你们俩跟着我慢慢往前走 他如同切菜般砍着丧尸 回头对我俩笑道 仿佛是游戏里的超级英雄一般 看看人家 我回头对林朝生说道 林朝生将头偏向一边 但嘴巴仍是死硬 我又不是雇佣兵 我不想和他争论 小心翼翼地跨过 仍在地上翻滚的丧尸 和黏糊糊的绿色血水 刚走到楼梯口 就看到前面的和号停下了脚步 高大的背影堵住了我的视线 怎么不走了 我好奇地问道 还有别的路吗 和号转向我 面露南色 我看向前方 在四楼楼梯的转角处 三个两米多高深才健硕的丧尸 正盯着我们 丧尸病毒不是什么肉体增强剂 相反中了丧尸病毒的人 除了变成只知道攻击活人的行尸走肉外 反应还会异常迟钝 最明显的就是行进速度的降低 原本就弱小的人 变成丧尸只会更弱 这也是起初人类政府大意的原因 但有一种丧尸明显不在上述讨论范畴 那就是生前体制就异于常人的人 这些丧尸失去痛绝后 即使被病毒拖累了速度 其战斗力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应付的 在网络还没断掉的时候 网友戏称这种丧尸为距离 怎么距离扎堆出现 你们小区是有健身房吗 和号苦笑道 如果是在开阔地带对付他们 倒也不是问题 这楼道的空间太小了 根本施展不开 和号沉音道 接着从腰间取出一把手枪 你有枪 我说道 不然呢 我是什么原始人雇佣兵吗 和号反问道 我的意思是你刚才怎么 最后一把了 步枪打完子弹都丢掉了 和号回答道 子弹有限 而且除了打丧尸的膝盖和跟腱 打其他地方作用太小了 我点点头 抬头看向六楼 楼下的丧尸已经在沿着楼梯往下走了 来不及等他们到楼道了 和号说道 你们离远点 小心跳弹 说完和号举枪点射 砰砰砰 六枪过后 绿血四箭 三只丧尸的膝盖瞬间被打烂跪倒在地 和号快步走上前用刀 将倒地的压力丧尸嘴巴砸烂 又把手也砍断 确保他们没法再攻击 还好丧尸的血液没有毒害 不然在混战中开枪真的很危险 和号说道 我和林朝生看了一眼楼上逼近的丧尸 跟在和号身后快步跑下楼 异常顺利 地上都是些已经倒下的丧尸 灵星几只漏网之鱼 也被和号快速用刀解决掉了 而且直到下楼 他都没有表现出任何体力不支的样子 总算下来了 和号吹着口哨 指向路边的一辆吉普车 上车出发 和号用手枪打掉围在车前的零散丧尸 然后示意我们上车 林朝生坐后排 我不想和他坐一起 选择了副驾 看得出林朝生有些不乐意 但他也不敢说什么 刚才那些地上的丧 和号 和号点点头 都是我之前上楼的时候杀的 怎么了吗 你不累吗 我问道 正在开车的和号猛的一脚刹车停下车 后排的林朝生差点被甩到前排 哈哈哈哈 和号大笑道 辅导在方向盘上 我和林朝生一脸懵逼 还以为是说错了什么话 没事没事 和号脸埋在方向盘里连连摆手 你说的话让我想起一个笑话 他擦掉眼泪 侧身看向我 我说我杀人不眨眼 你问我眼睛干不干 只是惊讶你的体力 我红着脸 也觉得自己的问题有点蠢 雇佣兵的体力 可能超出普通人的认知了吧 阮景 你这姑娘也太有趣了吧 我一时间不知道怎么毁他 嗨嗨 咳嗨嗨 后面的林朝生咳嗽了几下 抱歉抱歉 和号忙说道 扭伸重新开车 你有毛病是吧 我看向林朝生 不知道他在阴阳怪气什么 我还没死呢 林朝生在后排气愤的说道 顺带还垂了下座椅 我倒是巴不得你赶紧去死 我骂道 我死了谁管你 林朝生回嘴道 我抬起左手伸出大拇指 指了下和号 林朝生的脸顿时憋得通红 我要下车 林朝生突然大声说道 你开车门让他下去 我也说道 你俩别吵了 和号无奈的说道 我现在只想着 咱们安全回到地下掩体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其他想法 说完他有意无意的看了我一眼 我慌忙撇过头 不和他目光对视 朝生 我还要谢谢你呢 刚才开门的时候 要不是你 我就被后面的丧尸咬到了 和号又对林朝生说道 林朝生听闻 顿时精神未知一震 还不忘得意洋洋的看了我一眼 我也不惯着他 没有你 人家和号根本不会上来冒这个险 我说的没错 没有林朝生把我锁门外这一处 和号也不会因为觉得 家里有人敢来救我们 那也算是因祸得福 林朝生回击道 托我的福 他在和我斗嘴的时候 脑子总是转得飞快 无愧生化博士的头衔 和号听到我俩的对话 哭笑不得 好了好了 不管怎么说 丧尸的速度根本赶不上车 现在我们安全的很 和号总是恰到好处的打着圆场 接下来你们想睡觉就睡吧 等到了我再叫你们 不知道是不是刚才下楼的时候 精神过于紧绷 还是和号给的安全感过于足够 在听他说完这句话 眼皮顿时开始打架 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 手机突然嗡的震动起来 我被吓了一跳 网络通信中断了 这时候怎么还会有消息弹出 我掏出手机 屏幕上面是林朝生 用蓝牙头递给我的信息 别往我这看 也别睡着 和号有问题 林朝生写道 我看了一眼和号 发现他并没有看我 他的注意力 好像全在道路中央的丧尸上 途中有其他落难者招手 他也当没看见似的 就在我以为他没有注意到 我手机响时 和号突然漫不经心地说道 断电这么久 你手机还有电啊 家里有个小发电机 就在卧室里放着 我回答道 虽然有些疑惑 但我还是按林朝 说的没有看后排 唉 早说啊 我也给手机充下电 都关机好几天了 和号笑道 目光扫了我一眼 断网了你 还能收到信息 和号接着说道 是闹钟 我关掉了 我回答道 将手机偷偷调成静音模式 和号不再说话 我拿起手机 假装打游戏 但等了许久 也不见林朝生 后续的信息发来 我终于忍不住退出游戏 并借机看了一眼后排 发现林朝生闭着眼睛 不知道是装睡 还是真的睡着了 正常 人过度紧张后一放松 就容易瞌睡 和号也注意到了林朝生 笑着说道 你不困吗 我还好 可能昨天睡得有点多 我回答道 后排的林朝生 依然没有动静 那就好 有人说话我也就不困了 和号说道 一把方向盘 躲开路上的丧尸 要随时注意躲这些东西 也挺费劲的 又是一伙人在路边求救 和号依旧选择无视 我看了一眼导航 导航的最终位置 是一处山林 但在地图上 并没有显示名字 我们还有多久能到 我问他 快了 和号随口说道 我们要先去加油站一趟 和号示意我看汽车油表 已经快见底了 我记得就在前面 和号边自言自语 边向一旁的岔路驶去 我想起林朝生 刚才发给我的信息 心中一紧 阮景 你觉得我是坏人吗 和号像是察觉到了我的紧张 突然问道 我觉得你不是 我说道 以你的战斗力要害我俩 何必等到现在 我是说刚才那些路人 和号开着车 你是不是觉得 我应该停下车 带着他们一起走 如果是道 不是我不愿意 他说道 车后座还能坐两个人 挤一挤的话 三个人也行 但是那些难民的人数 远不止这海 一旦我们刚才停下来 立刻就会被其他人包围 他们不是丧尸 都是活生生的人类 到时候你说我们是动手 还是不动手呢 何号接着说道 我一时语色 竟有些被他的逻辑说服 当我还是雇佣兵的时候 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 帮人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何号叹了了一口气 所以我会救你们 但不能停车救他们 他说得很诚恳 我一时间有些动容 又为怀疑他的是感到愧疚 或许你是对的 其实我刚才 我还没说完 后排的林朝生 突然打着哈欠醒了过来 哎呀 睡得真爽 林朝生升起懒腰 你们在聊什么呢 一些人生感悟 何号抢先回答道 说完哈哈笑了起来 我也笑起来 边笑边通过后视镜 看向林朝生 发现他的目光一直盯着我看 前面就是加油站了 何号说道 几百米外 加油站的红色招牌显得 入口处有几个丧尸 何号开足马力 静止向丧尸撞去 一股作气开到了加油机前 好在里面没有丧尸 你们待在车上 我加完油咱们就走 何号说完便下了车 我趁着他关上车门 赶忙看向林朝生 你为什么那样说 我问林朝生 林朝生将自己的手机递给了我 屏幕上是他刚编辑好的信息 何号那把手枪 是黑市上才有的知识 你因为这个怀疑 何号在骗我们 我小声问道 林朝生点点头 你是不是谍战小说看多了 我松了一口气 现在这么乱 我们怎么知道 他之前遭遇了什么事 说不定是他从黑道那里 抢来的枪呢 既然这么混乱 他的衣服和车子 怎么还是干净的 林朝生说道 明显不认可我说的 说不定也是他换的呢 我看了一眼窗外 你有一百种理由为他开脱 林朝生愤愤道 我以为他在吃醋 加油的何号 你再仔细看看他的左胳膊 林朝生说道 我侧身透过窗户看向何号 看向他之前被丧尸咬到的护臂部分 但绿色的血水 正透过绷带一点点的渗出来 就在我心中忐忑之时 加油的何号刚好迎上了我的目光 他看着我的眼睛 又低头看了下自己的左胳膊 接着冲我们笑起来 我的脑袋嗡的一下 头皮发麻 就看到何号拔出油 林朝生的反应很迅速 一下子拉开车门冲到何号面前 你要干嘛 林朝生说道 我想问他 要不要下车透透气 何号回答道 小软 你来我这边 林朝生说道 他向后几步与何号拉开距离 并不由分说的将我拉到他身边 二位这是干嘛 何号说道 从我们下楼到现在一个多小时了 你说的核弹预警呢 林朝生问道 快了吧 何号漫不经心的回答道 具体时间我也不是很清楚 那后面的路我们要自己走 还不等我开口 林朝生抢先说道 别闹 别说丧失了 一路上那些抢劫犯你应付得了吗 你确定你能保护软警 何号笑道 这个不用你操心了 林朝生坚决地说道 小软 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何号看向我 见我犹豫 何号叹了一口气 举起左手 是因为这个吗 这些绿血应该是刚才战斗的时候沾上的 何号说道 那你拆开绷带给我们看看 我说道 不行 何号笑着说道 为什么 我追问道 何号没有说话 林朝生健壮 拉起我的手就要走 我们刚转身 只听到背后一声清脆的上堂声 上车 何号举枪对准我和林朝生 把这个弹上 何号不知从哪里翻出两根扎带 单手递给我和林朝生 还带我们去冰蛋锁吗 林朝生结果扎带吃笑道 去呀 不过你们不听话 我得确保接下来的行程不生事端啊 何号笑着说道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看向何号 何号没有回我 直接举枪朝地上射击 子弹射在我脚边的水泥地上 溅起一阵火花 你疯了 不怕加油站爆炸吗 我冲何号喊道 所以麻烦二位的动作快点咯 我没什么耐心 何号挥手示意我们上车 你坐前面 不要系安全带 何号对林朝生说道 接着看向我 你坐后面我放心点 我没有理他 按他的指示坐上车 何号用安全带将我固定住 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路 你们最好不要有什么小动作 何号对我说道 尤其是你 车一翻他第一个死 你觉得他在乎我吗 林朝生笑道 何号直接用枪托砸向林朝生脑袋 林朝生的额头顿时鲜血直流 你最好不要那么多话 何号说道 要不是你还有点用 我现在就想杀了你 林朝生咧嘴冲我吐了吐舌头 我知道他是想让我放心 于是冲他摆摆手 示意他不要再激怒何号 所以我说的是对的了 你确实已经丧失化了 何号说道 何号笑着拉开手上的绷带 看到那只手的低眼 我不禁惊呼起来 何号手臂上的皮肤 随着绷带的粘连 已经完全掉了下来 露出底下溃烂的 翻着绿血水的肌肉组织 甚至隐约看到挨挨白骨 路上不断有丧尸 因为林朝生的血儿 狂话围攻上来 何号面无表情的开车将其撞飞 杀人对他来说 丝毫没有心理负担 早这样多好 何号一边开车一边说 大家都不会受伤 你的手是怎么回事 我问道 关心我 何号冲后视镜笑道 你说怎么那么倒霉 刚好被咬到的是左手臂 不然也不会被你们发现 对吧 何号接着说道 根本没有和报 林朝生冷笑一声 当然也没有对抗丧尸的血清 你是个聪明人 何号佩服道 不过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真的 那里也不是什么地下掩体 只是你和你同伙的窝点吧 林朝生接着说道 何号笑着 冲林朝生竖起大拇指 牛啊 不过你这个聪明人 现在又有什么办法逃走呢 你根本不是什么雇佣兵 我说道 当然 不过这身行头 确实是从那个什么搜索 对身上扒下来的 何号揉着脑袋 关于母体的事 还是他告诉我的 太感谢他了 不然我都没有办法将你们骗出来 何号自言自语道 你到底是谁 还记得你在阳台被丧尸围攻的那天吗 我 大胡子 你是那个杀人犯 我惊呼道 错了错了 那不是我 何号摆摆手见笑道 你说的是我老大 老大那天看到你被丧尸围攻 还有你未婚夫的英勇表现 所以让我在搜索的时候 特别留意一下你家 何号继续见笑 不得不说 你的运气是真的好 不像我们就只能一点点看着自己丧尸化等死 何号用手捶了一下脑袋 还好有你们这样的天生免疫者 虽然没有血清 但喝了你们的血 就能延缓丧尸化的进程 何号接着用恶心的语气说道 所以这一路我会好好对你 不会让你受伤的 你一定要带他去基地放血的原因 除了怕见血后引起丧尸暴走 我猜最重要的是被感染的不止一个人吧 那些基地里你的同伙同样需要用血 那么用血的需求量到底有多大呢 林朝生冷笑道 上一个被你们这样放血的天生免疫者呢 越来越聪明了 不过话还是太多了 何号眯眼笑道 右手又是一枪拖砸在林朝生头上 林朝生直接瘫倒在座椅上 鲜血顺着靠垫滴在地上 会死人的 你不要再打他了 我冲何号吼道 心疼啊 何号透过后视镜对我笑 别担心 最起码你可以活到流干最后一滴血 小软 对不起 林朝生微弱的声音从座椅上传来 都怪我 你不要再说话了 我哭着求他 由于失血过多 他的呼吸已经乱了 都什么时候还想着女人 死了也活该 何号吃笑道 要是我第一天就把他丢下楼位丧尸了 浪费物资的玩意 所以我们不一样 林朝生勉强着睁开眼 对 我是掠食者 你只是猎物 何号说道 你是蠢人 林朝生用微弱的声音说道 小软 你记得活下去 你说什么 何号一边开车 一边看向林朝生 你蠢就蠢在自作聪明 不给我系安全带 让我还可以自由活动 林朝生突然弹起身子 用力拉起手杀 下个瞬间 我只感觉到 整个人连带着汽车都翻转起来 不知昏迷了 多久我才醒过来 汽车倒在公路的一旁 侧翻时巨大的冲击力 已经让车头严重变形 主驾驶位已经被压扁 不断渗出的鼓鼓鲜血 预示着何号的死亡 我顾不上自己 已经变形翻折的左手臂 用力拉开副驾的车门 里面的林朝生 整个颈椎已经完全脱出 林朝生为了就我死掉了 我坐在路边想了许久 还是想不通 这样聪明的人为什么会死 又或许 他是自己选择了死亡 那天被丧尸围攻后 我的意识就开始 渐渐被另一个人占领 一时命令 我对我发出信号 首先遭殃的 当然是我们小区 奇怪的是 我在阳台看着那些 因为我的信号而做鸟兽散 抛弃弃子的人群 心也渐渐开始麻木起来 林朝生一定是第一个 察觉到我一样的人 朝夕相处的他 如果连这点洞察力都没有 也不会一路求学到博士了 但他什么也没说 只是默默照顾着我 没办法 我只好对他也发送了信号 不同于别人的奔向失潮 我的信号是要他离开我 逃得越远越好 他一定是察觉到了什么 所以才用绳子将我们连在一起 还记得我们订婚时开玩笑说的 死也在一起死 他以为我不知道 他给自己寄的是火扣 但林朝生 我不能死也不想你死 翻折的手臂恢复得差不多了 我将多余的血洒在 林朝生的尸体上 闻到血腥味的丧尸 渐渐聚拢过来 他们的速度飞快 但也只敢在一旁围着 看向我们这边 我的身旁是已经丧尸化的林朝生 但他的脖子断掉了 看起来格外的滑稽 从林朝生的背包里 那一堆可乐下面 三绳固定了林朝生的脖子 我将绳子和我连接 丧尸化的林朝生 无意识地站在我身旁 发出阵阵嘶吼 死了还怕我吗 我有些忍峻不禁 走吧林朝生 陪我一起看他末日吧 晚安